因为国会选举三党不过半 现在立法院长之争 民众党就成为了关键的少数 不过民众党始终对外 也没有表态要支持谁 国民党立院党团 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参选人 韩国瑜跟江启成 今天早上9点钟 已经前往了民众党团 跟8名立委闭门会谈 那么刚刚韩国瑜出来之后 他访问时澄清说 绝对不是利益勾结 国民党是在在野党 只有无比的真诚 也期待新国会新改革 另外被问到了是不是会担心 被当成了军越事件2.0 韩国瑜回应说是想太多了 好来听听刚刚他最新的谈话 我们在里面沟通了国会的改革 在野党未来能否大家联手 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期待 我们沟通的几乎是无话不谈 而且所有工作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 我们没有任何资源 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 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 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来看 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拜会 期待跟民众党八席立委在未来立法院 新国会新改革新期待 我们能够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现 满足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之前有人担心说会变成军阅事件的2.0 今天我跟电线的感觉差很多 没有 请请 因为想太多了 2024年2月1号开始 我们十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 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 回想这一段 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 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 又带动了国会的改革 真的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 我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 真的是三观正确 那也非常感谢国昌兄跟民众党的八位立委 也都同样能够接受这种感觉 这个很棒的 谢谢 那国会改革有谈到单一赵伟之这个部分 没有 我们就谈到国昌兄前面所提的四项改革 大家互动共识都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大家